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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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较高的山峰直插灰色的云端 然后穿过移动的水汽重新出现 宛若裸露在天上的暗礁 这些绵延不断的陡峭岩石 有许多穿过牧场 一直延伸到大海 不过 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可以通过 此外 我们的马 本能地选择最便捷的路走 而且速度 丝毫没有放慢 叔叔甚至不必吆喝 或者用马鞭催他们快走 他连着急的机会都没有 他骑在那匹矮小的马上 显得非常高大 双脚不时地碰到地面 就像是神话中长着六条腿的怪兽 教授说 好马 你看阿克塞尔 没有一种动物能比冰岛的马更加聪明了 大雪 风暴 无法通行的道路 岩石 冰川 这一切都不能阻止他们前进 他勇敢 朴实 可靠 从不闪失 从不反抗 不管前面有什么样的河流 或者峡湾要他穿越 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下水 像两棲动物一样游到对岸 我们要善待他 让他自由行动 由他驮着 我们一天能走25英里 我们也许能 可向导呢 哦 我一点都不为他担心 他们这些人走起路来没有感觉 他走路的时候身体几乎不动 所以不会感到劳累 不过必要的时候 我可以把坐骑让给他 如果我不运动 不久就会抽筋的 尽管我的胳膊还可以 可也得为两条腿想想 我们走得很快 四周几乎已经荒无人烟 有时我们可以看到一座孤立的农庄 或者是一幢用木头 泥土和火山熔岩盖成的偏僻农舍 他们就像乞丐 蜷缩在低洼的路边 这些破败的茅屋 似乎在向行人祈求怜悯 而后者差点就真的会 给予他们一点施舍了 这些地方没有公路 甚至连乡间小道都没有 尽管植物长得很慢 但他们足以掩盖掉 寥寥无几的旅行者的足迹 然而这里离首都很近 属于冰岛有人烟有耕种的地区之一 那么比这块荒地 更加荒凉的地方会是怎样呢 我们走了半英里 却没有看到一个 站在茅草屋门口的农民 也没有看到一个放牧的牧人 和那些牲畜相比 牧人也许反而更加粗野 我们只看到几头蓝散的奶牛和绵羊 同样 那些经常受火山爆发和地震困扰的地区 又会是怎样呢 这一切我们以后会知道的 不过看了奥尔森绘制的地图以后 我发现 我们正沿着曲折的海岸线边缘前进 因此避开了上述地区 事实上 地球的大规模深层运动 主要集中在冰岛的中心地带 在重叠的水平岩石层 粗面岩石带 被火山喷发出来的玄武岩 明辉岩和利岩 以及火山熔岩流 和融化状态下的斑岩的共同作用下 那些地区变得不可思议的恐怖 狂躁的自然 同样也使斯奈菲尔半岛一片狼藉 但是当时 我对我们将在那里看到的景象 还一无所知 离开雷克亚维克两小时之后 我们来到了古福奈 这个小镇又被称作奥尔基亚 意思是主教堂 它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只有几幢房子 在德国 这种地方只能勉强被叫做小村庄 汉斯在这里停留了半个小时 他和我们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饭 叔叔向他提了一些关于道路状况的问题 他只回答是或者不是 我们问他今晚打算在哪里过夜 他只说了三个字 加尔达 我翻开地图 查看加尔达在什么地方 我在去雷克亚维克四里远的 赫瓦尔峡湾沿岸 看到了这个小镇的名字 我指给叔叔看 叔叔说 才四里 我们才走了二十二里中的四里 这样的旅行速度可真快 他打算给向导提意见 可向导什么都没有回答 他走到马的前面 重新上路了 三个小时后 我们仍然行进在牧场褪了色的草地上 我们必须绕过科拉峡湾 这样走比横穿这个峡湾更容易 而且路也短 不久 我们进入了一个名叫 挨鱼尔堡的小镇 这也是地方法院的所在地 如果冰岛的教堂都有钱买钟的话 那么小镇教堂的钟楼 早就应该敲过中午十二点了 不过 这里的教堂和教区的居民们一样 从来没有失踪 但照样过日子 在那里 我们让马进了点水 然后沿着一条位于丘陵和大海之间的狭窄海岸 一口气来到了布朗塔的主教堂 我们又走了一里路 抵达了赫瓦尔夫峡湾南岸的索尔波埃四教堂 那时候是下午四点钟 我们走了四里路 这里的峡湾至少有半里宽 海浪呼啸着拍打着尖利的岩石 逐渐开阔的峡湾两侧是高达三千英尺的岩壁 褐色的岩层被微红的宁辉岩隔开 格外引人注目 尽管我们的马非常聪明 但我可不想真的骑着一匹四脚兽度过下班 我说 要是他们聪明的话是不会过去的 不管怎样 就是为了他们 我也有责任聪明一回 可是叔叔不愿意等 他驱赶着坐骑朝岸边冲去 马儿闻到了大海的波涛就停了下来 叔叔的急躁脾气又犯了 他变奔加厉地驱赶着马 这畜生摇着头又一次拒绝 于是引来了一阵骤骂和鞭打 小马撂起了折子 企图把骑在他身上的人抛到地上 最后 小马弯起双腿 从教授的胯下逃了出来 把他留在了岸边的两块岩石上 让他笔直站着 就像罗德岛上的巨人雕像一样 教授大声嚷道 啊 盖茨的畜生 转眼之间 他已经由骑士变成了步行者 并且羞愧的好像是一个骑兵变成了步兵 向导碰了碰教授的肩膀用丹麦语说道 船 什么 船 在那儿 汉斯指着一艘船回答 我也发现了 不错 是有一艘船 早就该说了 好吧 上路 向导又说了一个丹麦词 潮水 他说什么 也许我们要后朝而出 非这样不可吗 汉斯回答 是的 叔叔用脚跺着地面 这时候 马朝着船走去 我完全理解 我们必须等潮水涨到一定的高度 才能够开始渡海 因为潮水涨到最高点时 大海相对比较平静 还觉得涨落不很明显 这时候 渡海的小船既不会被潮水带到辖湾深处 也不会被卷进汪洋大海 渡海的最佳时机 直到晚上六点才到来 我 叔叔 向导 两个船夫和四匹马 全都上了一艘 看似不很牢固的平底船 我坐惯了一北河上的蒸汽船 所以觉得船夫们的奖 实在是一件可悲的器具 穿越峡湾 总共花了一个多小时 不过最后我们总算平安抵达对岸 半个小时之后 我们来到了加尔达的主教堂 这时夜幕应该降临了 然而 在北纬65度的北极地区 我对白夜并不感到惊奇 在冰岛 六月和七月的太阳是不落的 不过气温却下降了 我有点冷 更觉得恶 一座农舍打开了浩克的大门 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这是一个农民的家 但主人的浩克 使这个家变成了一座王宫 我们一到 主人就和我们握手 然后 他也没有什么客套 就示意我们跟着他走 我们也只能是跟着他走 因为和他并肩走 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条狭长黑暗的过道 通向这庄 用粗糙的四方横梁建成了房子 同时 也把我们带到房子的每一间房间 房间总共有四间 厨房 房之间 卧室 客房 后者是所有房间中最好的 主人在盖这幢房子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叔叔这样的身材 所以 教授的脑袋在天花板上 撞了三四次 我们被带到客房 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 地板是经过平整的泥土 有一扇窗户可以采光 上面糊着不透明的羊膜 作为玻璃的替代品 船是两个室有冰岛艳雨的 红漆木头架子 里面塞满了干稻草 我没想到 竟然能有如此的享受 只是整个屋子 弥漫着强烈的干鱼味 腌肉味和酸奶味 令我的鼻子 实在受不了 我们刚放下行李 主人就请我们到厨房去 只有那间屋子才生着火 即使在最为寒冷的天气里 也是如此 对于这道友好的命令 叔叔连忙表示服从 我也紧随其后 厨房的炉子室样很老 屋子的正中间 放着一块石头 作为火炉的炉床 屋顶上有一个洞 烟就从洞口冒出去 这间厨房 同时也兼做餐厅 我们进屋的时候 主人就像从来没有见过我们似的 对我们说 祝您快乐 并且闻我们的脸颊 接着 他的妻子 对我们也说了同样的话 行了同样的礼仪 然后夫妻两人把右手放在心口 深深地向我们鞠躬 有一件事我必须立刻告诉大家 那个冰岛女人是19个孩子的母亲 这些大大小小的孩子 全都乱七八糟地挤在烟雾缭绕的屋子里 我每时每刻都能看到某一只长着金发的小脑袋 带着忧郁的神情从烟雾里钻出来 活像是一群没有惯系干净的小天使 我和叔叔对这一窝孩子表示了极大的欢迎 不久就有三四个小家伙爬上了我们的肩膀 还有同样数目的孩子坐上了我们的膝盖 剩下的则全都依偎在我们的双腿之间 那些会说话的孩子 用所有您可以想象得出的语调 重复着祝您快乐 不会说话的就只能够大声嚷嚷 这场音乐会因为宣布吃饭的消息而被打断 这时我们的猎人向导也回来了 他刚刚解决了马的饲料问题 确切地说他非常实惠地把马放到了矿野上 这些可怜的畜生只能吃到岩石上稀少的苔藓 和几颗营养贫瘠的海藻 第二天他们将不得不自己回家 继续前一天的工作 汉斯也说道 祝您快乐 接着他平静机械 一视同仁地亲吻了男女主人 以及他们的19个孩子 仪式结束后 我们就入席了 总共有24个人吃饭 做的时候真是人叠人 即使是最荣幸的人 西头至少也有两个孩子 可是汤一上来 我们这个小团体就立刻被静墨笼罩了 对于冰岛人 甚至是冰岛的孩子来说 这种静墨是非常自然的 主人先让我们尝了用第一煮的汤 口味并不很差 接着是一大块在酸黄油里 油了20年的干鱼 在冰岛人的美食观念中 这种酸黄油比鲜黄油更好吃 此外 还有一种拌油饼干的凝乳 叫做斯基尔 由于里面加了四百姜果汁 所以味道很浓 最后 我们喝的是一种 被当地人称为 布朗达的铲水吸牛奶 我说不清这些奇特的食品 是否美味 只知道我饿了 所以狼吞胡咽地 吃完了最后一道甜点的 最后一口荞麦粥 晚饭结束后 孩子们都不见了 大人们围坐在烧着泥炭 灌木 牛粪和干鱼谷的火炉边 大家取暖之后 就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 按照习俗 女主人要来为我们 脱袜子和长裤 不过 在我们的婉言谢绝之下 她也不坚持 我终于钻进了 我的稻草被子 第二天早晨五点钟 我们和这位冰岛农夫告别 叔叔费尽口舌 才让他接受了一笔 不多不少的酬心 接着 汉四就做手势 示意我们出发了 刚离开加尔达 地表就起了变化 变得泥泞不堪 极为难走 又变得群山绵延不绝 仿佛是一个巨大的天然堡垒 而我们则沿着堡垒的防护墙前进 路上经常会遇到一些小溪 我们不得不涉水过去 同时又不能够见识行李 四周的景色越来越荒凉 不过时而可以看见 远处有一个人影 一闪而过 当蜿蜒的道路 将我们意外带到 某一个幽灵的身边时 我便会看到一只浮肿的 闪闪发光的秃脑袋 透过蓝绿的衣扇 我还可以看到 他身上令人厌恶的伤口 这不由让我感到一阵恶心 这个不幸的家伙 并没有向我们伸出 他那变了形的手 相反却逃之夭夭 不过他逃得不快 所以汉四还是习惯性地 对他说了一句 祝您快乐 汉四又用丹麦语说 麻风病 叔叔重复了一遍 他换了麻风病 但是这个词就令人生厌 这种可怕的疾病 在冰岛很常见 它并不传染 但是具有遗传性 所以这些悲惨的人 不能结婚 这些人的出现 当然不会让四周越来越忧郁的景色变得活泼起来 我们脚下的最后一束小草也奄奄一息 除了几棵矮小的如同荆棘的画树和吉匹 因为主人喂养不起 而在荒野上游荡的马之外 我们看不到一棵树和一只动物 有时一只老鹰在乌云中翱翔着 然后迅速地向南飞去 我也受到了这片荒凉景象的影响 心情十分抑郁 想起了我的家乡 不久 我们又穿过了好几个不起眼的小峡湾 和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海湾 海潮十分平静 因此我们没有做任何等待 又走了一里 我们来到了阿尔夫塔纳的一座小村庄 我们涉水探过了两条小河 它们分别叫阿尔法河和埃塔河 河里有许多尊鱼和白斑狗鱼 晚上 我们被迫在一座被遗弃的破房子里过夜 这座房子简直就像是北欧神话中 所有妖魔经常出入的地方 而且肯定被寒冷之神当作了自己的家 因此我们挨了一整夜的洞 第二天的旅程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一样泥泞的土地 一样单调的景色 一样抑郁的神情 晚上 我们走完了整个旅途的一半 睡在科罗索尔伯特的赐教堂 6月19日 我们脚下绵延的容颜长达一里左右 容颜表面的褶皱如同揽绳 一会儿舒展一会儿蜷缩 旁边的山间 有一条巨大的熔岩流直屑而下 尽管这些山现在都是死火山 但所有的残迹都证明 它们过去的活动是多么猛烈 不过 我们仍然能时不时地看到 地下废权所冒出的水蒸气 由于我们得赶路 所以没时间观察这番景致 不久 马的脚下又出现了泥泞的土地 道路不时地被一些小湖阻断 我们现在是朝着西面前进 事实上 我们已经绕过了法克萨海湾 可以看到斯奈菲尔两座白色的山峰 耸立在不到五里远的云端之间了 马走得很好 泥泞的道路并没有难倒他们 至于我 我开始觉得非常劳累 叔叔还是像第一天那样精神抖操 我不得不佩服我们的猎人向导 在他眼里 这次远征就像是一次微不足道的旅行 6月20日星期六 晚上6点 我们到达了海边小镇不敌尔 向导索取了事先谈妥的工资 叔叔把钱付给了他 接待我们的是汉斯的亲戚 换句话说 是他的叔叔和堂兄弟 我们得到了很好的招待 要不是担心在这些淳朴的人的好意面前 表现得过于随便 我真想在他们家休息一阵 解除旅途的劳累 可是叔叔没有疲劳需要解除 他也没有这个打算 所以第二天 我们不得不又骑上了那些善良的马 接近斯奈菲尔时 地面明显受到了这座火山的影响 他的花岗岩石根像老橡树一样 落落在地表的外面 我们绕着火山巨大的山脚前进 教授一直注视着他 他直手画脚 似乎在向他挑战 他说 这就是我要征服的巨人 最后 经过四个小时的跋涉 马尔自动在斯塔比的神府家门前 停了下来 斯塔比是一个小镇 有三十多间茅屋 建造在熔岩上面 阳光受到斯奈菲尔火山积雪的反射 可以照到这里 小镇位于一个小峡湾的尽头 峡湾的周围 是形状奇特的玄武岩石笔 我们知道 玄武岩是一种棕色的岩石 起源于火成岩 它们的排列整齐的令人吃惊 这里 大自然像人一样 用起合方式对岩石进行了雕琢 仿佛他也知道 运用三角尺 圆规和千锤线 如果说 他在其他地方 用大堆杂乱无章的东西 粗糙的圆锥体 并不完美的脚锥体 和一连传 稀奇古怪的线条 巧夺天工的话 那么在这里 他却要在人类最早的建筑史之前 创造整齐的范例 造就严格的秩序 无论是巴比伦的辉煌 还是古希腊的奇观 都无法和这里相提并论 我听说过爱尔兰的巨人大道 也听说过赫布里底群岛上的范加尔洞 但还从来没有亲眼见过 真正由玄武岩构成的景观 而在斯塔比 这种景观却淋漓尽致地 这些穹顶就像是天然的古罗马兽与池 每隔一段距离 就能在它下面 精益地看到轮廓绝妙的尖行门洞 海浪穿过门洞 激起阵阵浪花 有几段玄武岩石柱被狂怒的大海连根拔起横倒在地上 如同古代寺庙的废墟 不过这些废墟永远年轻 岁月在它们身上流过 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这就是我们在陆地上的最后一段行程 汉斯非常聪明地引导着我们 想到他将继续陪伴我们 我就感到非常放心 身符的家是一座简单而哀笑的棚屋 并不比邻近的房子更漂亮更舒服 我们来到门前的时候 看到一个人手持铁锤 腰迹皮尾训 正在给一匹马上掌 向导对他说 祝您快乐 马蹄铁像用纯正的丹麦语回答 你好 汉斯回过头对叔叔说 神符 神符 阿克塞尔看样子 这个勤劳的人就是神符了 这时候 向导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了神符 后者放下了手头的工作 发出一种也许和马和马贩子中间非常流行的叫声 立刻有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妇从棚屋里出来 我看 我看即使他没有六英尺也不会矮到哪里去 我担心他会照例给我们冰倒式的亲吻 但他没有这样做 他甚至不很热情地把我们让进了屋子 在我看来 神符是神符家里最糟糕的房间 又小又脏 还散发着恶臭 不过 我们应该满足了 神符似乎根本没有传统的好客热情 天黑之前 我发现和我们打交道的是一个铁匠 渔夫 猎人 木匠 而不是上帝的使者 当然 现在不是周末 也许他会在星期天对此做出补偿的 我不想说这些神符的坏话 其实他们非常贫苦 丹麦政府给他们的薪水少得可怜 教堂的税收也只有四分之一归他们所有 这点钱加起来也不到六十马克 因此 为了谋生 他们不得不干活 可是捕鱼 打猎 钉马掌之类的活干多了 他们自然会染上猎人 渔夫 和其他一些比较粗鲁的人的言语 举止和习惯 当天晚上 我发现 我们的主人并没有把饮食节制 列入他应该遵守的美德当中 叔叔明白了自己在和一个什么样的人打交道 这个人不是什么正直高尚的学者 而是一个笨拙庸足的农夫 于是 他决定尽早离开这位 并不好客的神父家 开始他那伟大的探险行动 他不顾疲劳准备到山里住几天 就这样 我们到达斯塔比的第二天就开始做出发的准备 汉斯顾了三个冰岛人代替马匹搬运行李 不过 双方明确约定 一旦抵达火山口的底部 三个冰岛人就将返回 由我们自己搬运行李 趁这个时候 叔叔告诉向导 说他打算尽可能地到火山深处去探险 汉斯只是点了点头 不管去这里还是那里 不管去岛的深处还是地面 对他来说都一样 至于我 一路上发生的事情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使我几乎忘记了将来 而现在 我觉得激动的心情 重新开始变本加厉地折磨我 可这有什么用呢 要是我想反抗李登布洛克教授的话 我早在汉堡就会这么做 而不必等到了斯奈菲尔山脚 再来尝试 在千奇百怪的想法当中 有一个念头折磨着我 他非常可怕 足以震撼那些神经不如我敏感的人 我自言自语地说 我们要攀登斯奈菲尔山 好吧 我们要去看看他的火山口 不错 有人曾经这样做过 而且并没有因此丧命 可这还没完 如果真的有一条路能够通往地心 如果这个讨厌的萨克努赛姆 说的是实话 那么我们就会 都迷失在火山的地下涌道里 再说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 斯奈菲尔是一座死火山 有谁能保证 他不再酝酿一次新的喷发 难道我们能够因为这头怪物 从1229年起一直沉睡 就认为他永远不会醒来吗 如果他醒过来 我们又会怎么样呢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而且我的确也在考虑 我一闭上眼就梦见火山爆发 我觉得死后变成火山炎渣 这未免有点太残酷了 最后 我再也忍不住 我决定把我的想法 以最为委婉的方式告诉叔叔 让他知道 这种假设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我找到了他 把我的担心讲给他听 然后后退几步 让他能够尽情发作 教授只是这样回答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打算接受正确的意见 取消探险计划 真要是这样 那可就太好了 他沉默了片刻 我不敢打扰他 接着教授继续说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一到斯塔比 我就开始关心 你刚才提出的这个严重问题了 因为我们不能鲁莽行事 当然不能 我坚决地说 斯奈菲尔火山已经沉寂了六百年 但他随时都会醒来 不过火山爆发前 总会有明显的迹象 我已经问过了这里的居民 并且研究了地面 我可以向你保证阿克塞尔 他不会喷发的 听到这个肯定的回答 我愣住了 说不出话来 你不相信我的话 好吧 你跟我来 我急切地跟着他 教授带着我离开神府的家 穿过一个玄武岩石壁的缺口 朝远离大海的方向走去 不一会儿 我们就来到了旷野上 如果我可以用旷野这个词 来形容那一大堆 一望无际的火山喷发物的话 这里仿佛刚下过一场巨石雨 到处都是玄武岩石 花岗岩石 和各色各样的灰石 整个旷野就像是 被这场石雨砸碎了一样 我看见到处都有火山气体在上升 这种白色的蒸汽 在冰岛屿里被叫做雷基尔 它来自于地下废权 非常猛烈 告诉着人们火山活动的情况 这番景象似乎证实了我的担心 所以 当叔叔对我说下面这番话的时候 我感到非常惊讶 看到这些烟了吗 阿克塞尔 他们恰恰证明 我们用不着担心火山的淫威 为什么 你记住 火山爆发之前 这些气体会加倍活动 而火山爆发的时候 它们就会完全消失 这是因为 岩浆失去了足够的压力 于是不再从地表的裂缝中逃逸 而是通过火山口这一途径喷出 因此 如果这些蒸汽能够保持现有的状况 如果它们的能量不再增加 如果天气不由刮风下雨转为沉闷静止 那么你就可以肯定 火山在近期内不会爆发 可是 行了 在科学事实面前 你最好还是沉默 我灰溜溜地回到神父家 叔叔用科学的论据把我拨倒了 不过我还是怀着一丝希望 那就是我们在火山口的底部 找不到通往地心的涌道 要是这样 就是世界上所有的萨克努赛姆 一起来也没用 这一夜我噩梦不断 我梦见自己在火山中间地球深处 我感觉自己是一块火山石被喷到了星际空间 第二天是6月23日 汉斯和他的同伴在等我们 他们背着食品工具和仪器 我和叔叔负责背两根铁棒 两支长枪和两盒子弹 汉斯非常仔细 他在我们的行李中 加了一支装满水的羊皮带 加上我们的水壶 足够我们喝一星期的了 上午九点钟 神父和他的高个子汉父在门口等我们 也许他们是想以主人的身份 向我们这些旅行者致以最崇高的告别吧 不过我们没有想到 这种告别的形式是一张巨额账单 甚至连乡村小屋的空气都被算了进去 而我敢说这空气是臭烘烘的 这对高尚的夫妇 就像瑞士的小客栈老板那样 对我们敲诈勒索 为他们所谓的好客开出一份高价 叔叔没有还价就付了钱 一个要到地心去的人 是不会计较那几块银币的 仗结清之后 汉斯事已出发 不一会儿我们就离开了斯塔比 斯奈菲尔火山高五千英尺 它的两座山峰位于由粗面岩构成的海岸的顶端 这条粗面岩时代和冰岛的山地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从我们出发的地方 看不到衬托在灰色天空中的这两座山峰 看到的只是一顶压在巨人额头上的巨大白雪原貌 我们排成一列前进 向导走在最前面 它在山路上攀登着 山路十分狭窄 两个人不能并行 所以大家不可能做任何交谈 翻过斯塔比的玄武岩石壁 首先出现的是一种草制纤维性的泥碳土 这是半岛沼泽地上古代植物的遗迹 这些尚未开发的燃料总量 足以供冰岛的全部人口取暖一百年 如果从某些山谷的底部开始丈量 那么这片广阔的泥碳层足有七十英尺深 并且接连含有好几层 被浮石宁辉岩宝层割开的碳化岩屑层 作为李登布洛克教授的亲侄子 我尽管心事重重 但还是饶有兴趣地观察着 展现在这巨大的自然历史陈列室里的矿物真品 同时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整个冰岛的地质石 这座奇特的岛屿 显然是在一个相对较劲的时期 从水底上升而形成 也许它现在还在不易察觉地上升着 如果是这样 这只能是地下火山活动的结果 那么 汉弗里戴维的理论 萨克努赛姆的密码信 还有我叔叔的看法 这一切都将烟消云散 出于这种假设 我仔细地观察了地表的性质 很快就明白了半岛形成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主要现象 冰岛没有一点沉积土 完全由火山凝灰岩构成 这是一种多孔的极块岩 火山出现之前 这里是一大块绿石 在地球内力的推动下慢慢浮出水面 这时地心的火山岩浆还没有喷发出来 后来出现了一条很宽的裂缝 它由西南往东北横贯全岛 粗面岩浆就经由这条裂缝逐渐外溢 这一过程在当时进行的非常平缓 裂缝很大 岩浆从地心涌出慢慢四溢 或形成广阔的平面 或形成波状的起伏 这一时期出现了常识 正常岩和斑岩 由于岩浆的慢溢 岛屿的地层大大的加厚了 它的抗力也随之增强 溢出的粗面岩浆冷却后 结成一道硬壳 将裂缝封堵住 于是大量的岩浆积聚在地表下面 终于有一天 地心的压力达到一定程度 使地壳逐渐隆起 进而形成许多火山管 就这样 火山岩浆通过这些管道 冲破了岩层 转眼之间就在山顶形成了火山口 从此 岩浆漫溢被火山爆发所代替 最初 通过新进行程的火山口 喷发出来的是玄武岩浆 我们现在所穿越的平原 就是玄武岩平原的最佳典型 我们行走在这些沉重的深灰色岩石上 它们在冷却的过程中 都变成了六边形棱柱 远处可以看到大量的平顶山峰 这些山峰过去都是火山的喷口 由于有的火山口不再喷发 所以火山积聚的能量不断增加 当玄武岩浆喷完之后 接踵而来的就是熔岩 宁辉岩和火山岩渣 它们在山坡上留下了四散的长痕 看上去就像是浓密的头发 这就是冰岛在形成过程中 所发生的一系列现象 这些现象都是由地球内部的热能 所引起的 谁要是想说地球内部不是一团 炽热的流体 那它就是疯子 要是它想去地心 那它就是风上加风 我朝着斯奈菲尔火山进发 但我对这次探紧的结局 已经深信不疑 路越来越难走 地面更加倾斜 岩石的碎片滚落下来 我们必须极度小心 才能避开这些危险的坠落物 汉斯平稳地前进着 好像走在平地上一样 有时它消失在一块巨石后面 暂时离开了我们的视线 于是它便发出一声尖锐的口哨 为我们引路 它还经常停下来 捡一些石子 铺成显眼的标记 为我们指名归土 它的细心值得称道 可是后来发生的一切 是这种细心 付诸东流 我们艰难地走了三个小时 紧紧来到火山脚下 汉斯做手势 让我们停下 大家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餐 叔叔为了走得更快一点 吃了两份 不过吃饭也是休息 所以他不得不等待 直到一个小时后 向导才有了好心情 他挥挥手 让我们继续前进 另外三个冰岛人 和他们当向导的同乡 一样少言寡语 而且他们吃饭很有节制 现在我们开始攀登 斯奈菲尔火山的山坡 人在山中 眼睛很容易出现错觉 我觉得火山的雪风 近在之时 可是在登上它之前 还得花费多长的时间 付出多大的辛劳啊 那些石头 既不依附在泥土上 也不依附在野草上 它们不断地 在我们脚下坠落 以雪泵一样的速度 消失在平原之上 在有些地方 山坡和地平线 所形成的角度 至少有36度 攀登这样的山坡 几乎是不可能的 只能不无困难地 沿着那些陡峭的石子路 慢慢绕上去 于是 我们借助铁棒 互相帮助 应该说 叔叔一直在尽量靠近我 他时时都注视着我 他的臂膀 好几次都给了 我有力的支持 至于他自己 他似乎天生 就有一种平衡感 因为他从来没有摔倒过 那些冰岛人 尽管重负在身 但他们以山里人 特有的敏捷 往上爬着 我看着斯奈菲尔火山 那高高的山峰 觉得我们不可能 从山的这一侧爬上去 除非山坡 不再像现在这样陡峭 所幸的是 经过一个小时的艰苦跋涉 再覆盖在山腰上的 一大片积雪中间 突然出现了一条 阶梯状的小路 这大大方便了我们的攀登 这条小路 是由火山喷发出的 岩石流形成的 当地人称之为斯蒂娜 如果这条岩石流 在下坠的过程中 没有被山坡的地形所阻挡 那么它就会直奔大海 形成新的岛屿 这条小路帮了我们大马 山坡更加陡峭了 可这些阶梯 却使我们的攀登变得容易 甚至更快 以至于 别人在向上爬的时候 只要我在后面 稍微停留片刻 就会被落下很远 而且看到 它们变得很小 晚上七点钟 我们爬完了两千级台阶 居高临下地 俯视着一座圆丘 斯奈菲尔火山的火山锥 就耸立在这座圆丘上面 大海 在我们脚下 三千两百英尺的地方伸展着 我们已经越过了雪线 由于冰岛的气候常年湿润 所以这里的雪线都不很高 天气十分寒冷 而且刮着大风 我筋疲力尽 教授看到我的双腿不听使唤 尽管他很兴急 但还是决定停下来 他对向导打手势 但向导却摇摇头说 上去 看来还得上去一点 叔叔问汉斯 为什么这样做 向导回答说 密斯都大风 另一个冰岛人也带着恐惧的口气重复了一遍 对 密斯都大风 我焦急地问 这个词什么意思 叔叔指给我 你看 我朝平原看去 只见一道夹杂着碎浮石 沙子和尘土的气流柱 像龙卷风一样旋转上升着 风 将它吹向斯奈菲尔火山的山坡 而这恰恰是我们所处的位置 气流柱 就像一块不透明的帘子挡在太阳前面 将巨大的阴影偷在山上 如果龙卷风发生倾斜的话 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被卷进去 当冰川上吹起大风的时候 这种现象是很常见的 冰岛人把它称作 密斯都大风 向导叫着 快跟上 快跟上 虽然我不懂丹麦语 但我明白 这是要我们尽快跟着汉斯 汉斯开始朝火山追的后面绕过去 不过 为了省力 他走的是一条迂回的线路 不一会儿 龙卷风就降临到山上 在他的撞击下 整座大山都在颤抖 被大风卷起的石头 像雨点一样飞舞着 仿佛火山爆发 幸好我们在山坡的背面 所以没有遇上危险 如果没有悉心的向导 我们肯定会粉身碎骨 被碾成粉末 像一颗不知名的流星一样 落到远方 汉斯认为 在火山坠的斜坡上过夜很冒险 于是 我们继续弯弯曲曲地向上攀登 我们花了近五个小时的时间 爬完了剩下的一千五百英尺 由于上站的路迂回曲折 有时候还得以退为进 所以我们至少走了八英里 我又冷又饿 再也坚持不住了 西伯的空气 使我的肺闷得慌 晚上十一点 我们终于在黑暗中 抵达了斯奈菲尔火山的山顶 在躲进火山口之前 我看到了位于最低点的 午夜太阳 它把苍白的阳光 洒在我脚下沉睡着的岛上 下沉睡着的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